歡迎收看 姐妹亮起來 馬上歡迎我們今天的 愛吃團代表團 首先歡迎我們的葉欣梅 再來歡迎我們的黃欣盈 哈囉 還有阿伯 艾瑞克 謝謝 我說老梁啊 你們覺得我們台灣人 實在太愛吃火鍋了 真的 我跟妳講 只要天氣冷一點 去那個火鍋店門口 絕對是大排長龍 而且...而且根據統計喔 是不是很恐怖 而且能創高 高過那個四百億元的產值 商機無線 還有那個線上的統計啊 就是說我們不是會訂火鍋啊 對... 或是什麼燒烤的日式中式料理嘛 對 全部都被火鍋吃了 我跟你講 太棒了 我們都有貢獻 對... 而且妳今天呢 剛好呢 來了一位老饕跟三位門外漢 要來爭取天下第一鍋的寶座 天下第一鍋 到底是你們三位門外漢 就不要跟我講話 老饕 三廳老闆娘 我跟妳講 不要不好意思 薑是老老辣這邊最年長的是他 對... 11歲 我吃過鍋 你們吃過的那個 我想說我就不跟你搶了 對 可是 你們不要想得那麼簡單 你以為製作單位人有這麼好嗎 當然我們有一個答題的機制 要先答對題目才可以吃過 真的耶 我們都沒有吃完餐 什麼意思 對 要看你們的造化啦 要問我們老闆生幾個小孩吧 我怎麼會知道 對啊... 現在開口的就是葉心梅 你先介紹 我來... 第一位葉心梅喔 怎麼了... 那沒有什麼期待耶 因為心梅她每天喔 她就是宅女 你知道嗎 她每天都在家裡面自己亂搞 妳知道 她介紹的路快一點... 路快一點 但是我今天介紹這個鍋 因為台灣真的大大小小 個人鍋也有 大家一起聚穿大鍋 對... 每一間都強調他們的湯頭 他們的鍋底有多厲害 但是我今天這一間非常厲害 而且我真的吃過... 我吃過很多間 真的 而且它的講究是到它的沾醬 以及它甚至丟下去煮的食材 還有它裡面的那些香料啊 辣椒跟牛油 都是很不一樣 吃到你絕對忘不了 很不一樣 今天這個鍋 我跟你講 兩句話形容 我拿兩句 到底會不會讓我們感動呢 馬上就上桌 好香喔 整桌都是紅通通的 對 其實主要是老闆娘 本身就是四川人 對 那我們老闆是因為愛嘛 就是帶... 不只老闆娘是四川人以外 是... 他們家本來就開火鍋店 真的喔 原來就是 開火鍋店 那你是他們就是直接一塊分量 你是去那邊吃到火鍋覺得好吃 然後老闆娘也漂亮 我認識他以後才吃過這種火鍋 對... 先認識人 不是先吃到他們家的火鍋 然後看到老闆娘漂亮 然後就把它娶回家 就是嘛 所以你去的時候 他已經是老闆娘 沒有開玩笑 不對耶 這是有相通的食色性也嘛 這個是OK的啦 對... 今天我帶來的是 麻辣牛油全紅鍋 是嗎 這好像辣椒餐廳 超多的 那是鍋底 你去的時候 你麻辣的牛油全紅鍋 就是這樣 我先講 我自己每次去 我一定會點就是 比較很特殊的食材 譬如說 這個腦花 煮下去 我跟你講沒有腥味喔 真的嗎 對...而且吃起來會有一個 對...就是你不會有內臟的那種 大家怕的那種臭臭味 可是會有它的那種Q彈的感覺 然後還有這一道牛蛙 牛蛙 其實它吃起來很奇怪 它吃起來就很像那種很嫩 不帶油脂的雞肉 跟魚肉中間 對 但是雞肉有時候你吃久了會柴 可是這個牛蛙 你不管什麼都吃 它都是很嫩 真的假的 然後還有一個 我自己很愛的吃 那是什麼 我們去吃火鍋都點排骨 排骨酥對不對 但是它這個英雄排骨 它的排骨每一塊都這麼大 超大的排骨 對 而且我第一次去 我想說醬料什麼沙茶醬 對 你剛剛有說醬料很厲害 對 它沙茶醬也沒有 它們自己特調 然後它那個醬料 看起來你會覺得很油 然後麻辣紅油鍋也這麼油 那個也這麼油 可是你一沾起來 兩個油搭配下去 完全是解膩 而且你那個肉 反而被提味吃起來是更香 然後你就會肉一口接一口 真的很厲害 那還有其他的一些菜色嘛 對不對 這不會 那個應該是辣椒山嘛 辣椒山 沒有 我看不到 還有牛肉 完全看不到耶 對 我也想說幹嘛帶這麼一大個那個料 沒有 醬汁 它是牛肉 但是它煮下去 其實它不會很辣 它是一種麻香 因為像台灣吃這個 整個包滿滿耶 台灣吃麻辣鍋 跟四川的麻辣鍋 它們的醬料好像也是很不一樣 像這邊這邊就是他們的 一個是油疊 一個是甘疊 對 油疊跟甘疊 看起來真的厲害 那還有其他的這個是 這什麼部位 腰子 腰子 切片這樣 豬腰用切片的 然後這個是待會兒呢 這個就是題目啦 這個就是題目啦 這個呢 看起來呢 是比較素素的 對不對 這個每一隻豬裡面只有兩條 所以這是很珍貴的市場 很特別 對 還是我直接先出題 好啊...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 Ready... 這個請 整隻豬呢 只有兩條 對 那請問一下 它是在豬的哪一個部位 對 1 是眼睛 2 鼻子 3 牙齦 準備好了嗎 3 2 1 請舉牌 請坐檔喔 是牙齦吧 牙齦 所以我猜鼻子嗎 鼻子怎麼可能這樣 因為我覺得它鼻子就這樣 所以它的那個筋 可能是很強而有力 不是 我們做鼻子這樣子 然後很Q這樣 我本來想猜眼睛 我想說它有沒有可能有眼袋 因為眼睛也有多兩條 你吃完兩條這個 結果一隻漂亮的豬誕生 沒有... 大部分是三耶 對啊 覺得是牙齦 因為他說兩條嘛 牙齦就是上下 可是我們去吃黑白切的時候 有一個叫天梯嘛 天梯就是牙齦 對... 可是說不定它那個是因為 取下來有點不一樣 對... 那我們餐廳老闆娘你覺得呢 這樣講起來感覺好像... 可以換嗎 不可以 不可以換嗎 對啊 這樣講起來 因為形狀的關係好像 跟鼻子比較有關聯 可是鼻子怎麼可能會有兩條筋 就是有點像是鼻尾管的 不合理 那兩條應該是鼻涕吧 所以正確的解答是 好 這條筋豬只有兩條 究竟是豬的哪一個部位呢 正確的答案就是豬的鼻子 好 怎麼可能 你不會是年紀最大的耶 好強耶 走... 所以真的是鼻涕 不是啦 你要老闆 哪裡啊 老闆講一下 講解一下 其實豬就兩根鼻精 然後在豬頭裡面 在豬頭裡面有一塊部位 叫做核桃肉 核桃肉 對 那兩根鼻精 就在核桃肉裡面 在四川他們一般都拿來燒烤 對 那因為我非常非常喜歡 吃這個部位 我就是來來煮 那它吃起來的口感 就會有一點脆脆的 烘烘的那種感覺 我不信 我要吃到這隻 這... 這標準是沒吃的 這只有阿門可以吃得到耶 這輩子沒吃過耶 這輩子沒吃過耶 好過分耶 好香喔 好厭喔 而且它有知音補須的功用 這個就沾這個粉 然後再下去燙一下 來 排骨 好大一塊喔 好大喔 它可以 只有你可以 你們就不好意思喔 我太開心了 我都感動了 你喜歡吃腦花 你吃我那個腦花 腦花排骨 吃你那個腦花可以 會變聰明 這個可以嗎 這什麼... 牛蛙 來 試試看... 來 是試摔 阿本這碗好補喔 真的 還有牛蛙又有手指 對 它其實不會 你可以吃辣嗎 它其實不會 什麼味道... 怎麼那麼好咬的感覺 很嫩對不對 超嫩 看起來好嫩喔 而且不辣耶 不辣嗎 不辣 完全不辣 很香 可是在那麼辣的地方 居然不會辣 它完全不辣 怎麼可能這一鍋 這辣椒在游游還不辣 沒有 它有辣 可是它的辣不是不舒服那種 是那種辣的香味 整個在嘴巴也浪開來 它的辣不會痛 腦花... 它腦花好香喔 就是很濃... 很濃醇香的豆腐 可是它又有一點肉味 對 然後你吃完嘴巴裡面 還會甜甜的 因為豆...你吃豆腐的時候 它畢竟是豆類 你吃完可能嘴巴會澀澀的 可是這個腦花吃起來 你嘴巴是一種油香 很濃厚 很醇香 好討厭喔 這味道好消滑喔 好香喔 你們兩個吃會不會有壓力 因為整個攝影棚 都在看你們兩個 不會啊 很好吃 慢慢吃 它腦花真的很Q很渣 然後是真的慢慢化開來 對 很香耶 完全沒有那個... 我覺得你的這個辣鍋真的很OK 很OK嘛 對不對 因為它的辣是有層次的 我剛剛先吃下去的時候 是辣的香味 然後現在慢慢整個嘴巴麻麻的 他們可以... 可以算一下... 可以算一下... 算一下... 你看那個... 你沒有搶他 你知道嗎 其實辛香料也是很傷成本的耶 它完全沒有在怕沾得滿滿滿都是 你看看 它的醬好香喔 而且我沒有... 我在這間吃到以後 我後來去其他火鍋店 我都特地加香油來調 但調不出它這個味道 你聞到那個香油的味道 很香對不對 好香 你特別浮誇了 沒有... 真的沒有浮誇... 真的香... 我跟你講 我本來想說... 沒有要理我們 很特別耶 對不對 香油特製的 而且它連聞都有層次 你會聞到... 主要聞到那個香油的味道 真正的香油的那種芝麻的味道 你們聊齁 我先吃一下這個排骨 過來 排骨 好爽喔 這排骨都想吃了 這個沒有在用筷子的啦 原手拿起來吃喔 那個老闆 你看那個一號攝影師都在瞪你耶 對 小心...小心碗 很嫩... 而且它這個是你丟下去 你就一直煮... 煮再久都不會長 真的喔 它的那個辣已經滲進去了 沒有吃晚餐是對的耶 對啊 好幸福喔 可是我們後面好像還有好幾家 是肉要來了嗎 你看一下... 你先...那個味道很辣 這塊很厲害耶 這個我就有點怕了耶 可是你那個沾滿了那個有沒有 辣椒粉... 椒麻辣吧 這個不辣嗎 真的... 我來試試看... 整個攝影棚好像只有你們兩個在過年 對啊 對啊 我們就乾杯 新年快樂耶 祝你今年都好喝 謝謝... 一起來... 不笨 我還給我一口 對啊 好燙 怎麼樣 很辣對不對 很辣 很辣 不辣 但上面那麼多辣椒粉是弄假的喔 不辣 老闆 你辣椒是假的嗎 為什麼不辣 香 好香喔 你們剛剛不是都有聞那個 香味的味道嗎 它整個裹住那個辣椒粉 但你在咬的時候 不是只有那個牛肉軟軟 它還有那個辣椒的顆粒感 對 連咬下一口都有爆出那個香味來 而且這個牛肉 是牛的哪一個部位 連牛肉都好吃耶 這什麼牛肉其實很厚 而且它算很久 可是牛肉是Q的 來...好了嘛 對不對 你喜歡吃脆一點嗎還是... 要...脆一點的... 要沾醬嗎... 你可以吃吃不沾醬的 不沾醬的 好 那你吃沾醬 吃過這種東西耶 吃過耶 我這輩子 人生第一次吃豬鼻精耶 對啊 豬的鼻子有這麼挺喔 來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新年真的辛苦耶 對啊 我看不住你們兩個的辛苦 來... 來這邊裝熟 什麼味道啊 好特別喔 是嗎 因為有點... 你可以一口就整個這樣吃 我覺得它滿有嚼勁的 很像在吃那個脆豬腸 對 有一點 可是它更Q一點 它有一點QQ肉的口感 而且我覺得這個適合什麼時候吃 你知道嗎 你已經吃完一輪了 有一點飽 開始喝酒的時候配這個 下酒 下酒 阿本你真的好懂吃喔 真的 真的笑 有沒有啤酒啊 真的啊 我去吃阿本買一下 好過分 你真的有口福耶 好好吃喔 這一家真的這兩位掛保證啦 好不好 沒介紹喔 厲害... 我們真的對新梅的這個... 他關於吃的這方面 我們也有點改觀了啦 好不好 謝謝 謝謝你這麼好的介紹 也謝謝阿良老闆 也謝謝我們阿良老闆 謝謝 這麼精采的麻辣鍋 太棒了 接下來這一位呢 他說他是內行的 因為他自己開餐廳 有的開餐廳呢 未必懂吃 可能只是有一點閒錢 這個不知道 什麼閒錢 但是他要介紹什麼樣的火鍋呢 來 請上餐 海陸大餐啦 不得了啦 各位 我今天要介紹的 剛剛是正宗什麼 哪裡 四川 四川 這裡呢是正宗港式火鍋 大家來看一下這個湯底呢 它主要呢 就是滿滿的蛤蜊 天啊 好多耶 是一鍋滿滿的鹹筋嘛 沒錯 所以呢 剛剛你有兩句話對不對 對 我也有兩句話好不好 來喔 可以喔 都在叫 都在叫... 都在叫 對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 滿滿一鍋的蛤蜊對不對 你看它的蛤蜊喔 都是有選過的 每一顆的大小呢 你看十元硬幣大小 這麼的大 然後裡頭的湯底呢 就是非常的鮮美 你知道這個喝下去 一喝完之後 冬天到了 整個暖胃又暖心 而且他說高湯是以老母雞 後腿肉來熬製 對 沒錯 有這件事嗎 有 因為有時候大字報寫歸寫 是在 是在三港米奇頂一星學到的 為了吃他起內訓 最佳拍檔快翻桌 吃雞就猜雞的題目 有在美國 蓋恩斯維爾 做哪件事情是違法的呢 沒有 只有老娘 吃上去一定是會 妳是不是看他們 沒有... 沒有 是以老母雞後腿肉來熬製 沒錯 有這件事嗎 因為有時候大字報寫歸寫 你是在 三港米奇頂一星學到的 有 美其頂喔 吃腿肉跟攤牌 然後熬煮是八個小時的時間 八個小時 那這個土砂應該有一定的工序 有... 我們的土砂的話 基本來講是廠商會吐第一次 在運送過程的時候 還會再吐第二次沙 因為他暈車嘛 他就自己吐第二次 然後到我們的店裡面的時候 我們會再吐第三次沙 再把它弄好 然後還會再翹過 聽他的聲音 每一顆都是要飽滿的 我們才會煮那顆 而且我跟你講 因為吃蛤蜊最怕就是吃到刷刷 對 經過三道工序絕對不可能殺對不對 而且老闆還保證什麼 如果你今天來這邊吃 你吃到沙 直接給你送你對不對 對 直接免費給你吃 免費再送一顆 會不會有人自己帶沙來 我覺得只有你會做喔 小郎哥 這件事情 對 或是帶那種黑胡椒 有沒有假裝是什麼 假裝 有遇過這樣的奧客嗎 目前沒有 那你是沒有遇到 沒有 那是因為小郎哥還沒去 我還沒有過期 對 小郎哥還沒去 而且我跟你說 它的配料都非常厲害 你看我們今天是海陸大餐 對... 各位來看一下伊比利 伊比利 好美喔 而且重點是喔 我覺得你知道吃這個火鍋的肉片 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它那個切片 那切的每一片都是剛剛好 不能太厚 不能太薄 再來 各位 還有什麼 厲害了吧 核牛 A5核牛 想不想吃 是不是 別的我都不看 我專攻那個A5核牛 我就夠本了 是不是 這邊還有滿滿的海鮮耶 什麼... 不好意思 各位來看到這個龍蝦 而且這個龍蝦不是冷凍的對不對 對... 我們是活跳跳直接給它抓過來 這樣 看它樣子像野生的耶 對... 野生的來的 加拿大的野生 肉質特別的Q彈天 不野它還不抓喔 對... 這干貝... 再來... 干貝不會是生食級的 肯定是生食級的干貝 我跟你講 非常的鮮甜 不好意思 有給你們椅子不是 沒關係 我們去那裡站啦 太大了 太大了 先不用... 拿出體的 然後你看 每一顆的扇貝也是這麼大 然後還有 還把它弄成花瓣這樣 沒錯 你看 這一整鍋吃下去 是不是跟我剛剛講的一樣 來 我說一次 冰冰叫 對 你看... 開了... 現在我們連蕭瑋的過程 開了 全部都開了 好飽滿喔 好飽滿喔 老闆是開始的程序 就是說要吃什麼 我們因為是雞湯底 所以我們要先吃蛤蜊之後 我們要先喝第一碗湯 那我們要先出題 而且大家喝完湯再出題 喝個湯也要計較 喝個湯也要計較嗎 可以多喝嗎 不行 我先出題 沒有 可以多喝一口嗎 好... 可以喝一口喔 真的喔... 湯匙 天啊 用活動 我以為我整個口水流出來耶 它那個老母雞的香味綜合了 因為隔離煮太多 那種海味會很重 結果它用老母雞去綜合 這你不會覺得很鹹 而且它有那個蔥香味 蒜香味 蒜香味 很厲害 這個那種... 你去吃那種港式的那種 什麼油蔥那個有沒有 你有時候跟他多要一點 他還要跟你收錢對不對 你說那種三寶肉再沾 他這個喝下去就是有這個味道 所以可不趕快出題 我很想要吃 好啦 來啦 你現在蛤蜊正新鮮正好 對 正好 我走一下 而且蛤蜊整個吸不滿滿的 那種開口 快回去出題... 答題... 答題... 簡單一點 請問 蛤蜊的正確讀音是什麼 那不對蛤蜊 那如果答案就是蛤蜊 也會太生效了吧 不會啦 難那麼難 如果答案就是蛤蜊的話 他把這個板子吃掉 沒有意義嘛 對不對 如果又是蛤蜊 對不對 蛤蜊是什麼 蛤蜊... 蛤蜊... 我也是蛤蜊... 蛤蜊... 對不對 如果就是蛤蜊 那是不是翻桌 蛤蜊... 蛤蜊是蛤蜊 蛤蜊啊 我是蛤蜊... 蛤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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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蜊掛的 蛤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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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聽到的 怎麼還有一點香音 蛤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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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在你們胡說八道的同時 他把那個龍蝦下鍋了 OMG... 對 我也要答對 OMG 看看到底誰能夠吃到龍蝦嗎 跟你說有 我沒想到有人答對耶 哈利對不對 哈利嗎 哈利 哈利 2 3 哈利 不好意思... 台北大學的中文系 真假的 你看到沒有 這每一顆的肉都是這麼的飽滿 然後呢 吸附了滿滿的湯汁在裡面 那眼睛會勾掉隔離肉嗎 不會啦 因為他嫁的老公 嫁得很好 嫁得很好 可能是他老公勾 喂 喂 超級鮮甜 然後呢 重點是 你知道你一咬下去的時候 那個隔離它會直接爆漿 爆漿在你的海味 在你的嘴巴裡面 不好意思 插播一下 你看喔 他正在把那個龍蝦肉挑出來 他新鮮到可以這樣弄弄就掉了 對耶 天啊 夠新鮮它的殼才不會黏黏牛肉 因為冷凍的它就黏住了 對 沒錯 那夠新鮮才可以 龍蝦 謝謝 你剛剛那個杯 憲什麼吃龍蝦肉 謝謝...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好Q的感覺喔 謝謝 他也有調一下好不好 這個好 大陸米清零三星學的 北京學的 調料他也專門去學你們 而且它是港式的嗎 真的有港式的感覺 它的醬料裡面還有蘿蔔泥 蘿蔔 這個龍蝦好Q喔 你每次進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的舌尖 就是有那種麻麻的味道 對 舌底才會有那個辣串出來 超級好吃 我不信 隔離 沒關係 它是一個很有層次的醬 對 外面沖上去一個香味 而且它的這個醬料裡面 是不是有點柚子 對 有一個柚香 然後跟著那個沙茶搭配起來 把龍蝦的海味 更提升到一個層次 而且很好 這個小哥 你在幹嘛 很瘋 這龍蝦超嫩的 我跟你講 每次我們在介紹美食醬 入口即化 大家都覺得你的詞彙太少 可是這個龍蝦 它真的是入口即化 軟嫩到化掉耶 它不會 我不信 你一絲一絲的 隨著你的牙齒指縱到 結果它就直接 自己開了 這個牙齒自己開了 好軟耶 那個吸入那個 吸入那個隔離的痰痰 龍蝦如果是天才的話 會太硬 對 它完全不會 它是很嫩的 就是很痰的 很想吃一比例 它就是要吃粉紅色的 各位 我們自己去吃的時候 千萬不要弄得太水 我會一生在追求粉紅色 算一下粉紅色 下一比例了有沒有 一比例 好美喔 我這一集真的是太幸福了 我認識 那個油花的分布 剛剛好 其實這位小哥 他們不用每一個都藏到 當然要... 而且這位小哥 他還真的只弄兩片 對 現在有假 算得是非常精準 對 沒錯 非常精準 你自己吃啊 對不對 還在吃 真的 你的底里吃 湯鮮應該比剛剛更好喝 對不對 因為剛剛有那個肉香 對啊 那我們... 他不過就誰對一個隔離 到底有什麼了不起 對啊 最重要是因為 它的這個整個湯 裡面有那個蒜 然後還有一點點辣 然後呢 每一塊肉蒜進去的時候 那肉裡面都吸滿了 整整的湯汁在裡面 就入味就對了 很入味 所以你一吃下去就覺得 哇 太美味了 很好吃 再次謝謝師傅 謝謝 帶給我們這麼好的料理 剛剛前兩個都是一大桌的火鍋料 請問這個是... 我跟你說 這個就是我們冬天裡啊 你真的忍不住會吃很多不同的鍋 麻辣鍋啦 海鮮鍋啦 港式鍋 各種鍋都喜歡吃 就是剛剛他們吃的那幾個 對啊 像我現在吃得有點飽了這樣子 所以... 所以我推薦大家就是 吃飽就要來個秘密武器 我們要吃得健康 吃得開心 吃得爽 吃得沒有罪惡感 對 可是因為這個是我們的老朋友了嘛 對...他們常來 他旁邊也有新朋友 新朋友 這兩個加在一起 你看就有今天肌服的配色 想跟我身材一樣好 真的耶 就吃這個了好不好 好 我跟你講 亞模亞容啊 你真的是要吃太陽 因為我平常自己就很喜歡 就是有時候冬天吃太多 都覺得好像越來越大吃這樣 然後就想要體態好一點的時候 就會譬如說拚命的節食 拚命的運動 但是有時候體態稍微變好一點點的時候 很快又恢復了 或者是根本沒有辦法變小隻這樣 所以我就發現 其實你如果體態要好啊 真的有一個重點 就是... 沒錯 那代謝不好 你就整個人會很疲倦 吃一吃東西就愛捆 然後負擔很重 身體很重的感覺 所以代謝好有幾個重點 第一就是你要可以釋放壓力 好好的睡眠 情緒放鬆 好好的吃 真的是好好吃 可是... 如果從頭到現在 都還沒有吃到任何東西 會不會有壓力 也會 就是... 算運勢不佳... 算運勢不佳 算運勢不佳了 不是 我們都可以解決 你讓他去算命家 頭腦也不佳都沒打過 那個要買一本 國語日報字典 對 把所有的海鮮肉都背起來 他們到底有多厲害 我跟你說 就是真的 我自己在吃的時候 我覺得很有感 就是這個夜酵素 那夜酵素 因為你有時候冬天吃零食 我覺得重點不是吃 重點是你吃得停不下來 拚命吃... 那你熱量攝取過多 吃到宵夜 對啊 你就覺得吃一個這個不夠 還要配個甜點 還要吃個什麼 那它給Liptico配方 就幫助你有飽毒感 減少飢餓感 然後呢 同時就是你吃得少一點之後 它再幫你加強你的代謝 消耗熱量 所以你就自己整個吃得少一點之後 然後呢 所以你就自己整個吃得少一點之後呢 然後你的熱量就消耗得更快 第二個呢 就裡面有色胺酸跟GABA 色胺酸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我跟你講就是 有時候小朋友睡不著 就說媽媽泡牛奶給你喝 對不對 牛奶裡面就是有色胺酸 所以就讓你很舒眠很舒服 睡上一個好覺 GABA更是 我覺得GABA大家都知道 就是你睡覺前就是 搭手機、話、看劇 整個人焦慮的狀態 GABA讓你慢慢地放鬆 睡睡念 你是不是要躺多少錢 要回來 一直念 吃完GABA聽不到咧 老婆好像在唱 吃完就聽不到了 不是 感覺很放鬆 老婆講的話 都變迪士尼的歌曲了 就變成睡眠曲了 變睡眠曲了 睡很好 但做效果歸做效果 睡眠品質變好了 因為我以前晚上 大概都會醒來個兩、三次這樣 然後開始焦慮啊 然後焦尿真的 然後又有點假裝先抗靜什麼 所以就會有點 然後很躁這樣 可是吃完之後 真的睡得很好 重點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你隔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因為它裡面有 所以起來的時候超順暢 因為你睡得很好又很順暢 你的氣色就會很好 你的體態就會好 來做個小實驗給大家看 這個呢 就是如果你吃了很多鍋 吃了很多零食 吃了很多甜食 它這次可以 廢物量機 這個我們就先代稱為 一碗夜心梅 然後我們的夜下素把它倒進去 當夜心梅遇到夜下素 來 我們幫夜心梅 淨化一下好不好 來 我的腳給大家看喔 這個要腳一陣 就是這個腳的時候是怎麼樣 他剛剛很頑固那樣 對啊 我跟你說你這個腳啊 就是你晚上 它在幫你做的事情 你有沒有看到 有耶 夜心梅融化了 夜心梅融化了 睡著了 我跟你說就是你晚上在睡覺的時候 他就幫你忙這些夜下素吃下去 來 你直接 這個夜心梅 早上就會這樣子 跟夜心梅說拜拜 拜拜 而且主要是滿快的 如果你覺得說這個不夠 因為我白天也會吃一些美食 忍不住下午上班族 吃點小甜食 犒賞自己一下 不用擔心 你就吃我們的日下素 這白天 對 所以你可以午餐的時候吃 午餐要吃完的時候吃 或者即使你晚餐要吃完的時候吃 也可以 跟這個稍微隔四小時就好了 然後你吃完之後呢 就是有時候你吃得太甜 或太膩或太油的時候 他幫你解膩 所以解膩完之後 你整個人就會吃完吃 不會腸胃不舒服 很清爽 同時幫你加強代謝 所以這個日夜代謝吃下去之後呢 我跟你說 剛剛大家都有吃過嘛 等一下一人兩顆 因為我跟你講 接下來我要介紹這個鍋 你們一定一個人吃三碗 非常非常厲害 希望我們吃得到 對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來自台中的超強鍋 這個是什麼來歷 阿粉給我們介紹一下 我剛吃過就聞到香味 對... 來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這三四年 就是台中人很喜歡吃雞佛 很妙 雞佛拉麵 雞佛丼飯 雞佛串燒 我最近還發現有雞佛便當 那個打開白飯都看不到 滿滿的 雞佛 我就好奇 真的真的 你去查 然後我就問那個 我問我親戚的群組 我就說你們知道 你們台中人喜歡吃雞佛嗎 他說不知道耶 可是我昨天有吃 我就說那就是很愛吃 很日常耶 對 所以我今天要介紹 這個就非常厲害的 燒酒雞霸王雙拼鍋 真的 對 來 師傅你要怎麼開始 師傅來示範一下 它米酒 它米酒這個是個人鍋 你有在客氣的喔 米酒就直接給它弄下去 一個人 一個人鍋就人 對 這麼大一鍋 它這個真的是 你要吃得巧 我們有很精緻的食材 你要吃得飽 非常非常的飽 它也有口訣耶 對... 來 它米酒倒下去之後 有一個很漂亮 這網美都要拍照的時候 是嗎 這怎樣... 真的有誇年晚會的感覺 很美 很美 葉心梅最愛料理 入口就以人遐想 光聞而已就... 你喝成這樣吃嗎 是嗎 牛肉... 這是牛肉吧 牛肉丸裡面 好多汁喔 那個汁是不是 好好吃喔 不要一直... 一直喊好不好 好... 我們都在這一棒 你要不要咬它 跟你說它這個燒完之後啊 它不是fancy而已耶 它燒完之後 整個香味就出來了 忘了 今年我們節目收視破山啦 非常非常厲害 它是不是越燒越旺耶 這個是蛋白的嗎 好大喔 真的喔 好大耶 對不對 雞好大喔 這雞有特別飄過嗎 還是火雞 火雞比較大 火雞的嗎 真的很大顆耶 為什麼我們以前在外面 都沒吃到這麼大一碗 對啊 他說它的雞薄真好吃 因為它是先炸過 因為它炸過之後 然後它再去燙 它的口感就很Q 炸蛋啊 非常蛋 因為他們在沙羅那裡開八年 我之前很常去吃 非常非常愛吃 它那個雞肉也是非常非常的Q 這好像都烏骨雞 對啊 然後還有另外很推的 就是它的牛肉丸 排骨酥 排骨酥 它的雞腹比牛肉丸還大 對啊 超誇張的 然後等一下 如果你們有機會上來吃的話 可以的 我真的推薦你們一定要沾它 自己做的醬料 它的燒酒雞沾的是這個 帶有中藥味的胡椒鹽 中間那一半 所以香味很特別 然後旁邊是那個 梅子腐乳醬 梅子腐乳醬 也很特別 這樣燒完之後 我們加入我們的高湯 就是 果沒了 火焰午結束了 香味有沒有聞到了 有 蘇果 它的高湯是蘇果熬製的 真的喔 很清爽 來 我們先加蔬菜 這個真的很好吃 聽說這個邊吃是很暖身體 而且它那個青菜不一樣耶 對 上面那個綠綠 奶油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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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那個雞肉 感覺是都是一些 腿的部位對不對 真的 很嫩 特別挑選過 雞腹真的太大了吧 沒有 雞腹這麼大的 對啊 怎麼那麼大 沒有 那個 看起來真的 沒有啦 心梅 多看看 多聽聽 沒看過 對 就沒看過 台中的都比較大 台中的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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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燉煮的過程當中 我來出題啦 來 請出題 吃雞就拆雞的題目 在美國佛羅里達的 蓋恩斯維爾 做哪件事情是違法的呢 第一 在雞湯裡面加番茄 第二 拿雞肉來做披薩 第三 用刀叉吃炸雞 哪一個是違法的 一二三 違法耶 到違法的家 真的 違法喔 雞湯裡面加番茄 三三三 只有老梁 老梁說二 老梁你怎麼了 老梁怎麼 老梁是二 不是啊 我們四、二、三 不是 因為我說真的啦 因為台灣這個很多嘛 對不對 你不要說用那個雞肉了 豬血膏都有了 皮蛋嘛 還有什麼都有了嘛 對不對 可是搞不好在那邊 人家雞是一個 怎麼樣 不可以這樣子 放到這個菜裡面 去這樣煮的嘛 沒有 披薩會建議的 只有意大利人 意大利人才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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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人建議的是炸雞 對不對 那我就是猜說 是不是是這樣 你是不是搞錯國家 對啊 那你說用刀叉吃炸雞 那個美國人每天在用刀叉的嘛 對不對 雞湯裡面放番茄 那有什麼 他們也很喜歡吃番茄啊 可是因為他們很在乎炸雞 要豪邁的 大口大口吃耶 你呢 我也是這樣想啊 就是他們吃炸雞 你是不是看他們的 沒有... 沒有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那就是... 3 3 小良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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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出運啦 好 來公布一下為什麼 對 我們來公布一下 讓小良哥聽一下為什麼 好好講 他跟我出運了 位在喬治亞洲 霍爾郡的 蓋恩斯維爾 對待炸雞 是非常認真的 對 所以不可能放到披薩裡面亂搞 不太對 因為他不但在市中心 建造了一個雞的紀念品 還在1961年通過一個法令 就在當地禁止用刀叉 或任何的餐具使用雞肉 用手以外的工具 吃炸雞都是違法的 漂亮 所以你今天都吃不到雞了 連怎麼吃他都要管 不好意思 恭喜你們四位答對 YES 剛好喝滾喔 好香喔 小良哥 我可以跟你借你的碗 我拿下來 因為我們的碗 有蛤蜊的可愛 反正你沒有要吃啊 就是說裡面只有我的碗 是最乾淨的 對 小良哥 不好意思 我先搶先一步囉 謝謝艾瑞克 謝謝 好吃... 他的牛肉碗 你們也可以吃一下 那個大顆的給葉心梅 對... 沒看過那麼大的啦 小良哥不要說我對你不好 你不好 好香喔 是那個純手工作的對不對 那個牛肉碗的味道 而且他都算光聞而已 就... 爆香耶 怎麼跟他爆香 你沒有起司 怎樣 你沒有起司耶 你沒有起司耶 你沒有起司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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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這太猛了吧 牛肉碗裡面 超讚的 大的不用給欣宜啦 他生兩胎了 他什麼大風大浪 他都看過 我料不用多 你吃吃看那個雞婆 我要雞婆 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好久 好久沒有吃到雞婆了 什麼東西啊 因為我彰化了 我彰化了 為什麼喔 也是跟台中藥愛吃雞婆 對啊 我以為妳想聊一些心路立場 好久沒有了 好香喔 好香喔 這個佛啦 阿彌陀佛 好香喔 它是會爆香 會燙燙 它這個湯好好喝喔 好多汁喔 它那個汁是不是 好好吃喔 不要一直...一直在那裡喊好不好 我都發生過 你不要咬他 那個雞婆不是... 你太溫柔了 不是因為... 葉心梅 為什麼他一直靜靜出出 他很活 他真的很活 他很活 很大 我就是我沒... 以前不是小顆塞進去就好 他一直滑滑滑 覺得心梅在流口水的感覺 你到底要把這個節目 弄到什麼方向 那... 真的很大一顆 好多汁喔 你講完還可以很大一顆 不是還可以... 我靜靜出出三次耶 我剛剛咬的時候我旁邊噴... 一口不好咬過 真的 我剛剛往旁邊噴那個 噴到我臉上 它真的超多汁的 因為... 因為第一次比較沒有什麼經驗 對... 太大了啦 台中都太大了 要不然你們要沾那個醬 那個肉也要沾個醬 真的很不錯 我沾那個中藥的胡椒粉 中藥的胡椒粉很不錯 人家也是精心調製的 對不對 對 對... 我要試試它的那個... 它的這個... 特製的 好香喔 因為它的中藥胡椒粉 有中藥味 剛好跟這個湯底是搭的 對 然後... 其實... 我剛剛已經咬一口 我覺得它很多汁 可是後來等它稍微冷一點 我整顆吃進去 裡面汁還是很多 湯口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你的湯超甜的 有酒做雞蛋 然後又蔬果的... 對不對 因為有的人很怕吃那種中藥味 它完全沒有 它是中藥的香味 它又中和了 然後配那個蔬果真的很甜 你們差不多用餐到了一個... 可以 到了一個階段了吧 滿爆嗎 你在幹什麼 好 我先吃是不是 爆薑... 爆薑 今天給大家台中特產啦 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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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讚 來 好 最後這一位呢 是我最期待的啦 是不是 因為剛剛講說 真的 一位老饕跟三位門外漢嘛 我其實是壓他 什麼東西啊 旅遊達人一定看多次 各位朋友 壓軸的美食終於要登場了 跟大家說 我今天要介紹這道呢 真的走遍大江南北 吃遍山鎮海味 就是這一道... 不要超歌子 不是 這一道呢 就是享譽國際媲美意大利的 Sagorito 對 這是我們來自台灣的 Sagor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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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gorito聽起來就是非常的高級 對 厲害了吧 好像意大利的料理 是不是 而且呢 我跟大家講 身為一個大稻臣人 大稻臣喔 我以我們大稻臣的美食為傲 那邊有很多老店 非常多喔 你知道台灣最好吃的美食 絕對都是來自於廟口 是 所以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在 慈聖宮門口 大家知道那個廟墊 前面有一棵大龍樹 一整排的小吃 龍樹下永遠都有好吃的 就是有這一道 來自這個我們 對 現在阿景儀 你怎麼越來越年輕 阿景儀是不是 我想說阿景儀怎麼越吃越年輕 從我小時候看它到現在 還是這麼的漂亮 再一帶穿下來的 你知道 三十年了 就是這個好味道 讓我念念不忘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砂鍋魚頭 是不是跟一般我們看到的砂鍋魚頭 完全不一樣 看到完全不一樣 它還長一朵花 你看看 不是 這個是我們阿景儀 特別設計的 就是它有一個炸彈書 炸彈書 炸彈書 我以為魚有衣靈耶 沒有 你來看一下 一般我們的炸彈書 是不是這樣子一點點 對不對 而且都是花 花掉了 對 我們就是這樣一整片 夠澎湃 因為最道地的味道 才是最讚的 而且我們其實這個大頭臉啊 大家看一下還有多大 比你剛剛的肌佛還要大 不是太大 我的大頭臉喔 是我們那個 這邊啊 每天早上去中央市場 新鮮現殺的 這個蛋書可以弄成這樣 我真的很想現場 看它怎麼弄 有 今天我們那個師傅 就現場要幫大家吃 對 大蛋書 真的嗎 很多人就是目這個蛋書而來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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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太棒了... 太棒了 美食開國太揪心 葉心美才被當空氣 它這個蛋書 就像那個麵條有沒有 它一撈上來是掛湯汁的 各位觀眾 這個 這個 以前是不是有在聽錦繡二重唱 對啊 他試試一下 好棒喔 就是這個 Bravo... 好厲害喔 這小時候超愛看它 我們在桌的那個 真的 這個要功夫的 不是這樣隨便猜猜一下耶 真的好帥 對啊 這個也是要看火猴的嘛 看起來很厲害 對 翻面看起來很厲害 好漂亮 全美啊 金黃色的 說真的 好厲害喔 就剛剛這 我們看兩三下的功夫 對 妳學了多久 學了大概快... 被罵了多久 妳講出來沒關係 沒有 學了快一年 是不是 對啊 因為翻面的動作 很難 她一定要拿捏得剛剛好 她的那個... 等一下才會吸飽那個湯 好耶 怎麼會這麼好吃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其實光這個蛋配白飯 就已經吃超多碗了 對不對 然後再喝一點這個湯 慈美啊 厲害 來這只有我們台灣的味道 真功夫耶 真的 學了一年 被罵了十年 才做出來的 想不想吃啦 想吃對不對 大家看這個請問一下各位呢 關於魚的敘述 哪一件事情是正確的 正確的 第一個 魚的記憶只有七秒鐘 二 魚都是睜著眼睛睡覺 打開眼睛睡覺 三 別傻了 魚根本就不用睡覺 蛤 請問哪一個是正確的喔 三 二 一 壓力好大 全部都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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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跟老娘一樣 真的假的 吃不到喔 吃不到喔 意思就是全軍覆沒 好難喔 天啊 小燕哥 因為他都睜著眼睛睡覺 你什麼時候看過 魚閉著眼睛在睡覺 對啊 閉著眼睛在睡覺 他就魚肚白了嘛 對不對 但我憑良心講 魚本身沒有眼睛 是 對 那就是因為這一點所以 好 正確答案就是 我剛剛真的是 一跟二 一跟二在選 你知道嗎 沒有啦 因為記憶只有三秒吧 有的說三秒 有的說七秒 那這個答案就一定不對 對 而且你剛剛講沒錯 其實魚他是沒有這個眼睛 所以他是不需要扎眼的 所以他是可以 睜開眼睛睡覺 恭喜大家都可以吃這道 三公里頭 三公里頭 他們其實才有賣很多熱炒 海鮮熱炒 他們那個炸大腸也超級好吃 裡面塞那個蔥 超讚 那麼早就都給你那個工人嗎 什麼嘛 對啊 就會有一些做工的人 去那邊品嘗一些小店 比較薄啊 那個蛋感覺 剛剛講得真的是對 你看 他這個蛋酥 就像那個麵條有沒有 他一撈上來是掛湯汁的 你知道嗎 因為吸附了很多湯汁跟油 又有蛋香 又有他那個灑鍋魚頭的那個 那個那個味道 好時尚喔 是不是 灑鍋魚頭 這個是他那個灑鍋魚頭的那個魚頭 魚頭 魚頭非常的棒 非常的鮮 很新鮮 然後很嫩耶 各位觀眾 這個 是不是 好大塊喔 姊妹你是不是偏心 沒有啊 對啊 這個厚度好像 你是不是其他粉絲喔 沒有喔 剛剛好 你以前是不是有在聽錦繡二重唱 對啊 他是不是偶像是 你也要說 那我只有 可以聽什麼 他回你啦 他給他... 他給他... 你這大小心喔 什麼魚皮跟蛋酥 你跟他吃太多了 吃太多了 你吃太多了 吃肉 吃肉 要不要來一點啦 沒有...林先生... 我有... 還有高麗菜 他裡面還燉這個白菜 你說會不甜嗎 對不對 今天真的是... 每一鍋都有它的特殊 鍋鍋經典啊 沒錯啊 那今天有介紹 每個人都介紹都超厲害 吃鍋都喜歡的話 我覺得可以真的 找時間去慢慢的品嘗 是 記得看我們節目之外 掃螢幕下的QR Code 回答小問題 就有金美理由送給你 是的 天際人就是要來吃鍋啦 好不好 對 對 來 下次見囉 拜拜 謝謝 今天也要休息